各位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课程叫做行动装置应用 行动装置它就是手机 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有很多的公布上需要使用到电脑 现在慢慢的慢慢的我们有手机的使用的必要性 所以呢我们这个课程就会希望说把一些在公布上面使用的方法来跟各位做一下分享 那其中有可能像影像处理的部分 我们要去做贴图做海报 我们需要去跟别人做及时通讯的时候 有line有脸书或者是去做一些像直播活动的一个宣传 我相信在这个直播的一个工具上面 你可能会选择不是大陆的工具 而是选择例如说脸书 那像例如说我们还有像时间的管理 像例如说我们有提醒事项 还有像我觉得现在慢慢有很多长官需要做一些 就是说长时间的时间管理 像专案管理 所以我都希望说这些课程能够编排在我的课程里面 那行动装置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讲义应该有分两种 一种是Android系统的 Android系统 像例如说我现在我准备的这一只手机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只手机它就是Android系统 那怎么说呢 其实Android系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不同就是它的APP应用程式是Play上列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iPhone另外一只手机 另外一只手机就只能给各位就是画面上展示 好这只就是iPhone 那iPhone的最大差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前面的这个APP Store 也就是说iPhone iPhone它把这一个就是APP下载的程式呢 它叫做什么APP Store 都是英文字 那Android系统的话 它这边它是使用Play上列 可是内容 内容当然就有分 可能有些是在就是Android系统可以下载的 有些是在iPhone系统可以下载的 那在这个地方 先调查一下我们的使用手机的情形 因为我两只手机都带了 可是设备完全不一样 这只iPhone我必须要搭配我的Mac 所以我连Notebook我都带了两台 两台 可以了解哦 这个课程实在是很麻烦 好 请问一下 您是使用iPhone手机的 iPhone手机的麻烦请举一下手让我调查一下 12345678910 那差不多一半一半了 那剩下就不用问了 一定就是Android系统 所以一半一半 好 不过没关系 我的课程呢 我都会把它录制起来 录制起来方便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 下一次就麻烦你们去登录 去直接再选这个线上的课程 下一期 因为我第一期用iPhone 这一期我就想全程用iPhone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i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那我目前我目前呢 除了就是在比较少的公家机关 去教授电脑技术应用 然后我还在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会 希望找一天 能够拿到这个博士的文凭 好 那我希望说在我的 就是20多年的中业电脑技 然后也有了30 30几张的国内国际的电脑见照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电脑的应用 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而不是说只是功能的讲解 所以我希望说各位要了解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行动装置应用 我们会希望就是说 你有手机没有错 但是你要把手机如何拿来应用 更希望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回去的时候呢 可以把我的课程 如果您觉得很浅显 可以把这个课程也推广 给您的家里的父母亲 也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认识一下手机 来玩一下手机 也许也许也许我都会教到 例如说照片怎么拍 然后怎么样去去背 怎么样去修图 这些如果说老人家学会了以后 他就可以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好了 那我们就先进展到我们的手机部分 各位在您的萤幕画面 有看到我的这支手机 我这支手机呢 我使用的是OPPO 这个这支手机呢 前应该说去年吧 也是在那个业界前五名 前五名拍照前五名 我们现在讲那个手机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就是拍照 所以iPhone 从iPhone4 那个时候拍照功能还不错 结果iPhone5 没改 iPhone6 不改 iPhone7 也不改 一直到iPhone11 终于出了三个镜头 所以 他本来 本来就应该一直做 鸡王 鸡王 那个位置 结果 结果就因为 它的相机功能 相机功能 不是那么优 所以就被很多 像例如说神圣的手机啊 能够 激起直追 确实 像大陆的华为 OPPO 这些手机的拍照功能 在当时 都演胜于iPhone 这是真的 所以 请问你买手机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拍照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 90%以上的人 就是 就是因为 他要吃饭前 也要拍照 所以 他就会想说 我就要拍出美美的照片就好了 而且事实上真的 这个手机的主要功能 你 当然会说 我们还有Line的功能 但是 这些Line的功能 你跟人家最多的联系 就是丢一个贴图给他 所以前提还是 你要把这些 就是说 最主要的手机啊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拍照一定要掌握住 所以iPhone11 他也升级了 好 不过 我们 要来看 就是我们这一支手机 这一支手机 我们一定要先认识 手机里面的两个最主要的APP 手机里面 通通都是APP 好 你看像这个 像日历APP 天气APP 时钟APP 通通都是APP 我在这边 我就有 7个APP 还有一个APP群组 里面全部都是跟Google相关的 举例来说YouTube 就会在这里面 好 那除了 除了这些APP以外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12345 代表说 我还有很多个分页 可是我们现在的首页 一定是在第二页 首页一定是在分页的第二页 第二页 最左边这一页 我先滑给左边 滑到左边来去看 这就是 这就是它的 就是说 有点像幕后 幕后在帮你收集 你这支手机的使用的 内容 或者是 例如说你这边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天气 现在所在的位置 今天的日期 我已经走了多少步之类的 这些资讯 还有一些通知 好了 这才是我真正的首页 真正的第一页 然后再接下来 我再往右 由右边滑到左边 这才是我的第三页 第三页就是 其他的APP 里面你看到的 通通都是APP 好 再往右边去滑 这些有看到吗 通通都是APP 好 所以 你大概可以了解说 对 这些APP 就是我希望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好 那当然 在 两个主要的画面 我先滑到首页 两个主要的APP 第一个就是设定 你这支手机所有的 例如说 内存有多少 是不是使用上网 那个要不要连线蓝牙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资讯安全的事情 设定 通通都在这里面 所以等一下我们课程 会先进行了解自己的手机 再过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Play商店 Play商店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教你 如何去用QR Code 扫描资讯 这个时候 你需要一个 QR Code的APP 这时候我们就要到 Play商店 来去做 这个APP的下载 好 所以这两个是 我们手机 最重要的 两个APP 这是绝对不能删掉的 也删不掉 的APP 其实基本上 这个 内容 手页里面的APP 几乎它都不会让你删掉了 好 什么APP可以删掉 你自己安装进去的APP 它才可以让你删除掉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的手机的部分 我们的手机部分 其实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手机流行一件事情 就是满版 满版 去年买的嘛 去年买的 所以有看到满版 你买iPhone11也是满版设计 什么叫满版 你的荧幕有看到吗 边边这个黑色的边框 越来越小 小到最后就是没有了 这就叫满版 可以了解 所以你的手机 是不是满版 现在大家手机都可以要求说 希望能够做到满版 使用满版的手机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我们现在的手机5.7寸 已经是一个人手掌能够掌控的 一个最适合的大手了 所以 不太可能再继续往上 变成 例如说7.9寸 7.9寸就是什么了 配的 对不对 所以手机的尺寸 大概5.7寸 已经是一个极限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既然它极限就只能做 做到 这么适合大手掌控制的大小 那么 它现在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 尽可能把这个 黑色边 拿掉 可以了解 主要我现在呢 没办法呈现这个画面 是因为 是因为 我现在是透过一个叫做 就是 传输软体 某笔载 然后把我的手机画面 传送到 耳术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那个画面 整个都缩小 整个都缩小 大概 让你们知道 有这一件事情 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手机的最上面 手机的最上面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看到吗 这边这个位置 这叫通知 通知 通知 就最上面这一排 举例来说好了 一些讯息的通知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是9点28分 然后接下来这边 我使用的无线网络的情形 然后有哪一些APP 有一些通知 通知在这里 这样可以了解 还有 像例如说 手机大致上 现在的变时状态 例如说是100% 好 100%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有了解了这一块 就是一个基本讯息的一个通知 好 接下来最下面 最下面这一块有三个按钮 三个按钮 每次 每次想到 每次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介绍手机 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就不得不介绍 就是 贾伯斯在他的自传里面回忆 回忆说 他当时很多年前 他就希望创造出一个就是 机器 一部电脑上面 就只有一个按钮 好 不过事实上 iPhone确实就只有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设计 更新版的 它是没有按钮的设计 不过不管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手机有三个 就是安卓手机 它有三个 一二三 这三个按钮的设计 其中 中间这一个就是 回 Home 就是回家键 回家键 好 那这个是三熟键 这个是上一页 好 所以这三个按键 稍微要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呢 这个 最下面是一个 手机的基本操作 好 那它 因为满板设计 所以本来应该是在 黑色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手机 已经变成满板设计 所以这三个按钮跑来这里 所以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因为满板它就已经是 做到整个边框 那接下来 下面这一个 是不是有一二三四 四个 这个叫做常用的APP 请问一下 你最常使用的APP 你的手机 在早年 所谓早年 大概就是四五年前吧 你可能你的手机的主要功能 就是讲电话 对不对 对 你们都不理我 我就只好自问自答了 对啊 以前的手机 是不是真的就是 就是要来讲电话用的 可是你现在手机 还是有讲电话 但是 都已经不播什么09 多少多少 022 多少多少 的电话了 都在播社群的电话 对不对 例如说LINE的电话 所以在讲电话方面 这边已经做了一些改变了 所以你觉不觉得 这个位置 应该是放你的什么 例如说LINE 可能还比较适合 你们觉得 对不对 还有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的手机 本来手机 他就是要连 连网 然后去上网 上网就一定要有一个浏览器 如果您是使用Android系统的话 他这边浏览器一定会配给你的是 Chrome 因为Google公司的座义系统 当然要推销自己家公司的浏览器 Chrome Chrome这个单字最近还蛮流行 蛮有名的 新冠病毒的前面的那个字根 就是Chrome 这是皇冠 就是国王皇后戴的那个王冠 那个意思 看得出来吗 再来 我们的手机最主要功能是什么 是拍照 最重要的功能是拍照 所以你在这边最常用的功能 我觉得应该要慢慢交开了 像例如说你的简讯 你的简讯 基本上除了那个什么 认证 还有点作用 认证 各位知道认证的意思 几乎 谁还会再传那个讯息给你 用简讯传讯息给你 很少都是用LINE 对不对 所以讲电话用LINE 传讯息用LINE 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觉得吗 在至少在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这一个台湾地区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位置 换成LINE比较适合 可以吗 所以也许下一个版本 它真的就换掉了 好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这个浏览器 这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手机 无非就是要上网 还有相机 没有问题 好 那 呃 说到 说到 OVO 这支手机 它拍照效果真的很好 我当时会买这支手机 也是有原因的 我 我从3.0 我从3.5 对3.5 因为3.5之前 我都是用Nokia 什么8系列都用过 几乎该用的都用完了 然后后来 就换成 因为那时候Nokia就 越来越不流行 后来我就换成 这个 Ovo 而不是 换成iPhone 那这支手机 所以我 钟爱一个设计而已 就只有一个 好 拍照 拍照 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 我先告诉你们 就是 拍照 按下去 所以我现在就是拍照 拍照 这当然它可以拍得很清楚 可是 最重要的重点是自拍 自拍就是点这一个 点这一个 请仔细看我的手机 请看前面 当我点了自拍 这个镜头 会 会直接上升起来 那种感觉 很好 我很喜欢 听得懂吗 我就只为了 这一个功能 就花了两万多 去买了这支手机 所以呢 出国去旅行 我就带了这支手机 其实我是带两支手机 因为这支手机 不能不带啊 这是我的工作的机 如果学校 学生 同学 有问题 我都要立即回复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 它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 镜头 这样子 点下去之后 上升 就是 这一个动作 很喜欢 真的 真的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 呃 所以我就买了这支手机 给你们参考一下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去讲说 那个 从设定这件事情开始 跟各位分享起 好 所以 我们 设定 设定 你要跟着我一起来去看一下你的手机 好 点选 点选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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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有几个你不能不知道的事情 好 首先 首先 这一块不用看了 这一块不用看 这是Obo 我个人的隐私因为都在这里面 所以先不看 我们要看的是 不管你是用iPhone 或者是你是使用Android的 安卓的手机 这一个区块 都是跟网路有关系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绝对是网路 这一个区块没有问题 就是 当你进入设定 不管你是哪一种手机 你最重要最重要 现在手机要是没有网路 根本就 就回到以前那个2G时代的标准手机 它就是只能讲电话而已 所以 这个WiFi 这个网路的设定很重要 这一个区块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安卓的手机 安卓手机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什么通知 萤幕亮度 就是大概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区块 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区块有点像 就是说 手机的 就是提醒 提醒 手机它跟我们人的一些互动的设定 那在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手机的一些其他的设定 包含安全的设定 都在这里面 像指纹 脸孔 脸孔 还有 还有 现在其实如果说你买美国的手机 它还蛮 蛮重视有一个叫 红膜 红膜装置 就是照脸 照眼睛的这种安全的设定 只是 现在我们会 比较常了解的就是指纹 指纹辨识 尤其像iPhone的那个指纹辨识 我想 这应该是各位 很久之前就已经知道的 那再过来这些都是 比较属于安全的部分 安全的部分 那 在接下来这边有什么 软体更新关于手机 还有 这边有同步 同步 因为Google公司 它会希望说 你把你的 例如说 手机 可能会拍照 拍照 产生出来很多的档案 希望你跟 例如说 Google的云端硬碟 绑在一起 所以 只要你有一个Google的Gmail Gmail 它就当做是它的账号 它接不接受别家的账号 不接受 可是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 就是 你会拥有5G的免费的云端空间 那如果5G满了 那就麻烦你 我个人的做法是 我再申请一个 我再申请一个 像我的 我的Gmail是 teacher.son 所以我再申请一个 我就叫teacher.son 3 本来是2 现在我就再申请一个 叫做3 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要是teacher.son 3 满了 我就用teacher.son 4 有听懂吗 请不要跟我抢我的电子邮件 就是我的Gmail 其实像 孙老师小老鼠Gmail.com 还蛮好记的吧 我是这样子申请的 好 因为 因为我在很早很早之前 我就申请了 现在应该很难申请 这样子的电子邮件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它在这个地方最下面还有关于就是说 那个手机的其他的设定 不过坦白说 坦白说 我 比较熟悉的是iPhone 的设定 iPhone iPhone出来我就开始一直用用到现在 而且 iPhone的手机 我觉得它有一个不告诉你的事情 iPhone 它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它绝对不会告诉你 就是 它很耐用 它非常的耐用 我的手机呢 就是 我为什么一直不换iPhone11呢 因为这支iPhone7 Plus 一直都没有坏 也没有坏的迹象 那如果说你说电池 电池 那你换一个电池 你又可以用很久很久 可是 我连电池都没有出现问题 所以 你有什么机会 你有什么资格 去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 我想要换手机 听得懂吗 这支iPhone它绝对不会告诉你的事 但是 我也要告诉你说 这支ovo我用了以后 我也觉得它也不会坏 好 真的 而且 去年 去年才花2万多 今年根本就不会有 任何的机会再去买新的机种 那我就只能期待 iPhone12出来的时候 我的iPhone7 Plus已经坏掉了 我才会有机会 好 有机会换新的手机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大致上你了解 iPhone 或者是Android手机的设定 它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第一个 第一个 放置一定是跟网路设定有关 代表是它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来去看 我们的那个 网路设定 我们的手机呢 我们手机 如果你是使用4G的话 你是不需要使用别人的网路 可是 可是我这支手机 还有我的Notebook 我都必须要使用别人的网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只好使用WiFi WiFi 那请问一下别人的网路 当然如果说你去看这个WiFi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网右 大于的这个符号 请点它 你可以发现 我们生活周遭里面的WiFi 其实不止我刚刚这一个 已经连线的 10iPhone 因为我是自己 自己的网路 给我的 我自己iPhone的那个4G 然后网路分享出来 给自己的这支Ovo手机来使用 所以在iPhone里面 怎么样去做这个设定 设定很简单 所以我先就是简单的操作一下 你看如果说今天 今天我想我想把这个 我的我的这支手机开热点 分享出去给别人使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必须要在这边有一个叫做 其他无线连接 其他无线连接 点下去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没有看到个人热点 个人热点 所以点下去这个个人热点 我就可以去开启个人热点 就是如果我这支手机 Ovo这支手机 我有4G的话 我是可以开热点给别人来去使用 这样可以了解 这叫做热点的开启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点这个 点这个 往前的箭头回去 因为我们这支手机不用做这件事 好了 也就是说像我的iPhone 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分享热点 那分享热点 我现在我的Wi-Fi呢 我就可以点点这个Wi-Fi 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去找 刚刚那个 iPhone分享出来的热点 那如果不使用它 请问我可不可以用TP-Free 可以 TP-Free 大家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 然后做好便利市民来去使用的网络 可以吗 这叫TP-Free 好 那其实TP-Free 它会 如果说你 呃 就是说 假设到台中 好 呃 你可能用的是什么 爱台湾 好 或者是爱台中 好 你都可以直接用你的TP-Free的帐号密码 直接去使用 所以这点事情都会稍微知道一下子 好 你只要有一个TP-Free一次性申请 全台湾都可以用 甚至你到什么台南 有什么爱台南 或者是爱台湾的网络 你通通都可以使用 帐号密码都一样 所以你不用再额外申请 再过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假设你今天你去选 你如果说你去看这个网络品质 网络品质 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TP-Link 然后6D-CA 它的品质跟TP-Free的品质 TP-G的 TP-G的品质还没有那么好 可是前面这两个的品质 网络品质是不是还不错 所以 假设当你今天你去选择 你同时看到了什么爱台北爱台湾 这个时候呢 你就去比 看谁的网络品质比较好 再做连线的设定 这样可以了解 这个 这是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前面这个锁是什么意思 这个锁就是 它必须要 它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 对方提供的密码 你才能够登录 你才能够使用这个网络 要 对方提供的密码 那你会说TP-Free为什么不用 TP-Free 它是一个注册信 注册申请制 也就是说 你这一次 你已经绑定你的手机 说我这个手机门号 要用什么样的密码 以后都是绑定这支手机的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 这个是私人的 这个是私人的 你必须要要到它的密码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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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不是也是私人的 AP-08 这个 这个lean 是不是也是私人的 对不对 你要不要猜猜看他们的密码 要不要猜猜看他们的密码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密码都设定为 你只要简单一记一分享 结果呢 到时候自己的手机 被骇客入侵 可以了解 包含 热线 热线 它的密码 都可能设定的是很 很简单的数字 可以了解吗 而且 8个数字 所以请问 如果是你们 你们要猜什么 8个1 是不是 是 又不理我了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请你们如果设热点的密码 不要设8个1 还有 还有一组数字 也是蛮常被人设定的 就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要不要猜猜看 除了8个1 还有什么 8个数字是 最容易被人设定的 12345678 你看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 还叫密码吗 有听懂吗 因为我们 多多少少要知道 职讯安全 你的手机 不可以让它 一直存在 高风险的状态 所以请把热点 请把你自己的热点 不要设定为 这两个数字 可以吗 至少你设定成 你的身份证 对不对 你的生日 那你只是把什么 把更多的资讯告诉别人 你今天你想使用我的网路 好 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我想要使用这个 AP-08的网路 我是不是要点它 对不对 然后 因为它一定有 要输入密码 所以呢 我就输入8个1 在我附近 有这么多个 那个无线的网路 比如说你在做捷运的时候 这边会一堆 知道吗 要不要回去试试看 听得懂 在说什么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现在就离开我的Wi-Fi的设定 会使用这个Wi-Fi 所以我现在点它 回到上一页 好了 那说一下 手机的基本使用 手机的基本使用 无非就是 点一下 还有往左滑 往右滑 往上滑 往下滑 就是滑 所以有点一下 跟滑 这两个操作方式 有没有点两下 没有 没有点两下 没有点两下的操作方式 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我讲三遍 请不要怪我啰嗦 只有点一下 还有滑 可以了解 点跟滑 这两个基本操作 那我们接下来在设定里面呢 还有一个 我经常 对我其实我只是把我的经验跟你们分享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坐飞机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 习惯性的 就是 手机不关机 但是 手机把它怎么样 飞航模式打开 打开飞航模式 我的手机没有关机 还是可以拍照的 可以了解喔 那手机关机 关机之后 手机还能不能拍照 当然就不行拍照咯 就差别在这边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网路的 情况之下 进行拍照 他会记录你很多 这张照片的很多的资讯 决定来说 除了让他拍的好看 还会有时间 时间 经纬度 甚至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就是你到底现在在什么位置 他都会帮你记录起来 记录这些 无非就是说 全部都会传到 例如说美国去 如果你用iPhone的话 就传到 传给他们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个飞航模式一关掉的话 当然你这些地理资讯没有了 或者是在什么位置拍的 全部都不会再说记录了 好 因为你没有网路的话 你就有非常多的资讯 都不会被记录起来 只要跟网路有关的资讯 都不会被记录 好 所以这是我会使用到 就是直接上飞机前 我就会进行 点一下他 点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他就进行备好模式了